可以看到這個法律條文裡面 包括路上交通事故 就是說這個條文的很多定義 它是真的蠻籠統的 所以我是覺得包括 包括現在我們在講登革熱 或者是傳染病或者這些災害 它真的有可能 擴大到大家認為說這是一個 大家都必須全民共能面對的災害 但是它這個條文 這個法律的用語裡面 籠統到像大家看一下 路上交通事故 那如果兩部車相撞 算不算在這個定義的災害 也就是說這個整個災防法 它在這個很多的定義 到底它的重大 它的範圍 它的影響性 恐怕在這個裡面 我們很需要 法制單位來協助 把這個定義的更清楚 我相信在場包括陳昌寧跟我 我們都沒有 都沒有說 重大問題不去解決的 這樣的南北的 差異的思考或者其他 來 沒有關係 林委員 主要說一下 你雖然寫生物病原災害 其實這個本來就是一個很籠統的名詞 那如果真的發生某一種疾病的流傳的時候 那是不是要再定義一次 該不該列在這個法律裡面 我們就以鄧格勒來講好了 鄧格勒剛剛那個陳昌寧委員講 鄧格勒其實大部分它只流行在北回歸線以南 所以它差不多家裡一人比較有啦 那是因為它的病媒界 那個埃及班紋三班 那個蚊子子帶北回歸線以南 那鄧格勒請問它是生物病原災還是環境病 因為它的第一也不清楚啦 有的說是因為你環境 骯髒 你就環境不乾淨 所以作成鄧格勒 讓那個病媒文的解決 那生出來嘛 所以它到底是環境病還是生物性的傳染病 所以你現在把這些東西都寫進來 我認為你到最後還是要有一個表列化啦 像那個潛流感 像潛流感造成一些基隆壓隆的重大損失 還要算什麼呢 你說是政府防疫不利 我們當然是融為會有補助啦 但是你再列在栽方法這裡 那意義在什麼地方啦 對啊 所以我講說我們在這個地方把它列進來 我們要了解到說 我們修善方法把這些東西列進來的 主要用意是幹什麼 它能夠 比現有的 比如說在輪委會已經有規範的 在 在衛委部已經有規範的 能夠做更多嗎 抱歉我再講一次 我更莫名其妙 你們把空難弄出來幹什麼 空難是飛機在跑的 有 有國外的航空公司 台灣的航空公司 要跟航空公司要負責把困難的單位災害 就叫我們這些人 立場的稅金去保障 你講的困難是怎樣的困難 我說明一下 可能大家 這個 都在擔心說 列入進來以後 權責怎麼劃分 那是不是列進來了 就代表的要有 政府要賠償或者補償 這個兩個沒有必然的關係 沒有必然的關係 這裡面所講的災害 都是在講說 重大災害 而需要協調相關部會 來一起面對的時候 那你就要把它 再透過這個機制 開應變中心來做協調 來做協助 不是 受困難 困難你來單一的一個小的 他也不會成立應變中心 他就會去處理 但是他的困難 如果是造成了很大 影響很大 需要 協調 比如說外交部 協調 很多的這個相關的部會 一起來處理的時候 那個透過一個應變中心的處理 就比較容易整合 包括國軍 還有一些的力量 這裡在講的就是 怎麼政府來處理這個事 跟賠償 無關的 你說困難 也不是說他們的困難 政府就要賠償這些人 沒有這個事情 包括疫災 法令上規定說 不用他賠就沒有他賠吧 怕這個賠無關的 所以這是政府應變 處理緊急事故 這個算是整級的重大事故的一個機制 這樣說 那個主席啊 我們是支持說 這種建立一個共通性的 救難的一個架構 原則上這個方向是 我們是支持 只是我們剛剛說 在有一些災害的種類 原因 是不是跟其他的法令 有一些進合的這個部分 像傳染病啊 核災啊 或者是交通事故在處理啊 是不是跟其他的法令 有一些進合的這個部分 我們是希望說 這個 那個 內政部也能夠 提出一些說明 讓我們來瞭解 你核災你本來就有核子事故 緊急應變法嘛 裡面有說到說 他們要怎麼預防 要怎麼處理 齁 這個 那個差在哪裡 我們現在是關心 但是這種整體的 齁 所有的災難都把它弄到 這個防災法裡面規定 這個我們是贊成啦 而且內政部說 我簡單的說一下 譬如說 災害這個 輻射發生的時候 當然 相關的 專業的法規 還是照 輻射法 但是 因為 這一個 能委會 齁 他 要 處理這個事情 可能要跨部會 的協助 那就透過 因為他是屬於 核災是屬於 就可以透過這個架構 來協助 主要是這個 但是我們絕對不會是在這裡 規定專業性的法 規定的細節 譬如說 這個 他的專業還是要尊重 我們只是重視協調 這個來協助 這個處理這個災害 重點在這裡 不是我們一把抓 將來這個災害因變中心 不是一把抓 不是 他是協調 協助 這樣整合的一個單位 我們把他簡單來 我們看原來的現行法的第二項 裡面是沒有工業管線災害 大概只有多了一個 動植物易災 生物病原災害 跟輻射災害 跟工業管線災害 這幾項 請問各位委員 要不要做修正 如果要做修正 我們就修正 如果我們不修正 我們就保留 照顏條文 大家有沒有意見 要這樣我會收 今天怎麼向我安好 我會怕 沒有 框架啦 我們覺得框架很重要 框架很重要 因為其實 對啊 因為其實很簡單 你燈格樂也是當時我們請國金來幫忙做環境的整理 對不對 他還請到中央指揮中心 好那感謝 感謝所以我們還是照我們的修正條文 謝謝 好謙卑 那回到我 好 所以我也是框架 因為其實 其實齁 我先要抗議一下齁 哪有跟我說好啊 我只是在樓上在質詢 哪有回來跟我說好啊 我還是堅持 我昨天在質詢的時候 我就有說 我還是堅持一定要在摩法 要把土壤維化放進去 因為其實我們的這個 呃 災害救助的種類跟標準 他只是能夠修的就一個部分 只是在於說租金補貼的部分 他可以把它放進去而已 但是呢 在其他當我們這個框架 當地震之後遇到土壤異化 他整個框架我們的政府要投入去協助 這裡面是沒有的 在我們的救助種類與辦法當中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這個框架放進去 震災跨虎含土壤異化 因為我們現在921從921地震 他我相信南投髒化 土壤異化非常嚴重 921地震也是土壤異化 現在0206地震也是土壤異化 這已經變成地震之後的一個一個現象跟狀況 所以我們認為說你這個框架放進去 我們的政府單位才可以協助 其實協助的項目不只是租金補貼 我們的這個辦法裡面 就只有租金補貼 只有租金補貼不是民眾所需要的唯一選項 他要的是我們政府怎麼來協助他 怎麼做一個平台怎麼做溝通 這才是最重要的 陳委員 剛才因為你在那個樓上質詢 那我們有請法務部做說明 那他們說現在要寫一個 說明的就是立法阻止 我們再請檢察官再說明一次好不好 來華務部來 那關於這個部分的話 剛才我們的說明是說 因為剛剛內政部的解釋是說 這邊是從他災害的一個成因 然後類型然後來定義這個災害 所以就內政部的說法的話 當然就是說 這個土壤異化就只是一個 震災的一個現象 所以他們說這邊就不需要 含這樣子的話 就是想說本來解釋上 本來就是包含這個土壤異化 那就委員的話來講的話 委員可能針對土壤異化這一塊 可能覺得它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那這一塊部分其實是說 如果說不在定義這邊解決的話 是不是可以在後面用一個 專條的條文來處理 會不會也解決這個問題 不會啊 因為既然都要做框架了 為什麼就是一定要把它拿掉呢 不是就是框架 因為現在從921 我們必須看這個現象 921再到0206 每一次它已經變成地震之後 已經隨附而發生的一個現象 你們雖然說它是現象 可是它是一個狀況了 它是有就像我們今天 我們生物病原災害 它也是一個原因造成的 有一些附加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才能介入 由中央指揮中心再去做一個調度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一個狀況 還是堅持一定要把它放進去 好 那個 陳委員 因為剛才有很多委員提到說 土壤異化要不要放進去 海嘯要不要放進去 黃烏龜的要不要放進去 所以有一定程度的不一樣的意見 我能不能做這樣的一個 我們這個先保留一下 那待會我們再來做這一條的條文 剛才他們有寫了一些 在說明欄裡面怎麼樣爭略等等 那我們等一下再回過頭來 先保留 回過頭來再出來 主席我再問一下 我想我們現在在討論的 是在於它的用詞 它的禍害 我想包括土壤異化 已經有發生了 那我請問一下 那個生物病原災害 有沒有發生過 生物病原災害 目前有沒有發生過 那個衛福部說明 衛福部在哪裡 生物病原災害 現在有發生嗎 口體育啊 H1 1 1 有嗎 然後再來就是 動植物疫災 有沒有發生過 植物疫災 應該是人委會 我們從92年開始建置這個生物病原災害的防救計畫 所以我們參與這個內政部的工作 大概有十多年 那我們沒有啟動過 這個生物 對 我們就直接依照我們的傳方法 然後 重大才啟動啊 這整個概念還是 從SARS那樣大規模的疫災之後 所以大家就一起參與 所以SARS的時候 就引起大家比較大的一個 是 文治委員我先問一下你好了 我等一下先問一下 再來就是 動植物 動植物疫災 有沒有發生過 農委會 農委會 農委會在哪裡 來 黃毅菊來 你好 我是農委會防檢局 那像 102年的狂犬病 跟去年的 新型的禽流感 都發生過 所以我們都有啟動 好 謝謝 那那個 輻射災害 有沒有發生過 我們台灣有發生過嗎 沒有 沒有 目前沒有 然後那個工業管線 有沒有發生過 有啊 有發生過 所以我們現在在名詞上的 要納進來的 包括說土壤異化發生過了 包括說 那個工業管線 這個都發生過 甚至也沒有發生過 我們都希望把這個名詞納進來 就是希望說 以後可以做的事情更多啦 所以我還是 繼續支持廷輝委員 剛剛所講的這個部分 那個趙偉 他們已經讓我看到說那個說明 那說明是沒有意義的 他還是一樣說 我們還是回歸到救助辦法 今天剛剛大家已經講了 要去把這個東西 列為一個框架 是要讓我們的政府行政 從中央到地方 可以去協助他們 並不是單純救助嘛 有很多的一個行政程序 好沒關係 我來處理好不好 來我們再徵詢委員會的意見 陳廷輝委員希望能夠把第一項的 震災的後面 括號含土壤液化 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那如果沒有意見 我們就修正通過 好 那第二項 就是 第二幕 大家對本席的修正動 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我們就修正通過